《行动图书馆女孩》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就是带着各种参考书 来到学校读书的人 所以要跟我借任何书都有 他们就叫我《行动图书馆女孩》 然后逆转生是因为 我研究了非常多的读书方法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段经历 造就我现在 就是第一个是 我觉得我的意志力 跟那个忍耐的功夫是很强的 然后第二个是 我现在如果可以出一点学习的书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累积 做实验的 然后去翻转的这样子 那等一下有个问题 你这个已经开始翻转自己 中间那个转折 让你开始变成行动图书馆女孩 那个真正的 Driving Force 那个驱动力会是什么 就是认清楚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你当初在书里面 最后的那四封信的设计 还有你想要从这里面表达出来的部分 好 就是我这本书的副标叫做 从思考到有效行动 那我觉得前半段访问 大家应该已经感觉出来 就是所有的行动的开始 从思考开始 那后半段叫做 从懂事到分发向上 其实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写出一本 跟一般的学习书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是我教书二十年来的一个初衷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这本书啊 不只在讲学习书 它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书 然后其实它代表就是我的人生 只是我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包装它 那为什么要从懂事到分发向上 其实就是在教书这么久的过程以来 我觉得我非常能够把一个不读书的孩子 带到边全国帮手 然后变成大家都称赞它 可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孩子 就是我们 我相信我们在社会上 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当他有一天功成名就之后 他变得非常的现实 非常的利益 然后有多少父母很辛苦栽培孩子 可是孩子长大之后 是反过头来瞧不起父母的 那我觉得这好像都不是一个教育的初衷 所以我们都听过艾瑞克分享说 聪明是一种天赋 但善良是一种选择 所以这世界上不缺聪明的人 但是我觉得缺的是善良的心 所以我希望最后这个章节能够放进一些 让孩子就算他已经会读书之外 我觉得他那个懂事善良的心 才是一个人他这个人格里面 最闪闪发量到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最后那个部分的初衷 这样子 对 我觉得前面很理性的去分析做法 可是我到最后面真的是 我跟江老师一样 我一度有点没有办法看下去 因为那个追星之痛 就是说各种的状况 然后让爸妈那个 非常的难过 对 那个冲击 其实我现在理解了 这一期节目我觉得最棒的是 我理解了佳佳老师的用心 因为如果说这本书 孩子看的话 你看到最后你真的有感受到 那个家长的那个 就是换位思考的时候 那会真正的从懂事到分发向上 我补充说一下 那个里面那封信 就是你的妈妈在哭嘛 然后那个都是真实的嘛 所以那个是我把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独生子 所以他原本高中三年 就是一个本来很不读书 然后很难教的孩子 然后他妈妈也是非常用心 就像基云的妈妈一样 就是会刻意的去送礼给老师 其实高职老师很少收到礼 因为我们就是家长的背景 其实环境都不怎么样 我们从来没有奢求过 拿到礼物 那他妈妈是会刻意去买 那种五星级饭店的月饼 怎么来给老师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妈妈她的心情 就是无比的期待 你可以好好把这个独生子 养好这样 带她带好 那这个孩子她非常的不自律 然后非常的 有她自己个人的习性 三年之后 我觉得中间非常历经折磨 然后最后她终于考上了 鼓励大学 她妈妈就非常的高兴 可是没想到考上鼓励大学 我也觉得我终于解脱了我的任务的时候 才是她给妈妈另外一个磨难的开始 所以就像故事上说的一样 就是她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她各种的跟同学比较 她也要摩托车 她也要什么 什么都要 然后她妈妈那时候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妈妈已经发现自己得到爱症了 然后她觉得她的儿子 就算知道她得到爱症 儿子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因为这个孩子 从头到尾 她的focus就不在她的父母身上 所以妈妈最后就告诉我说 老师我们一路把她培养得这么大 然后我的儿子终于 好像独立的那一刻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然后我很想告诉她说 其实我剩下时间不多了 可是她是听不进去的 然后所以妈妈就打电话跟我哭这件事情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想补充 我不是说这本书我超级无敌爱吗 然后因为我跟佳佳老师走的路不一样 我说我大学以前都没有认真读书 我是研究所以后 到现在的这一刻 我每天就是很自觉 很自律在做该做的事 所以我那时候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笑着说 这本书就好像在写现在的我 但是我有太多 你想想看我人生二十几年 我觉得是很后悔的 我觉得我太荒荡了 虽然说老天也对我很好 但是我总会觉得 我一直在弥补过去 好像不认真的那一段的自己 所以我那时候多希望说 这本书能够让所有的孩子们都看到 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像我走过我一样的路 我很想讲 不是每个人晃荡了以后 后来有一天 他突然觉醒了 然后想要去努力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我是突然有一天 我觉醒了 我想要努力 那如果现在小孩子们 都不需要走过 我曾经走过的这个路 他们在过程当中 很扎实地度过每一天 然后往他的目标前进 我觉得那个人的心是没有空虚感的 我虽然以前是光鲜亮丽 好像很厉害 可是事实上我的心是空的 我很怕别人猜穿我 其实我什么底子都没有 我觉得那是不一样 他们可以不需要经历我那个感觉 所以我后来 我真的就像佳佳老师 那个书里面 那个读上国立了以后 然后就对父母反而是不孝敬的 我是后来到了研究所以后 我知道我妈妈有 对我有多付出 有多伟大 所以我后来的人生每一步 我真的常常都会想到 他里面讲 你要每天 你在过着 你现在过得这么快乐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爸爸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 然后呢 你每天要想你爸妈一次 然后再来 你要让你的妈妈 爸妈想到你会笑 更精彩更完整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见咯 想与故事超人分享你的心情吗 来信请寄到 新竹县 竹北市 高铁东二路六号五楼 直北珍故事超人收 我们将在节目中 找时间回复您的信件 详细的地址资讯 请参考节目资讯页 让我们下期见咯 我们下期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